今天的伊枝国股推介是银河娱乐27号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选 原因是澳门最新施政报告 就内地与澳门通关博彩法、赌牌等事项 提供较清晰的方向 大空普遍反映正面价 5毫岛股现在的估值便宜 憧憬明年第二季 澳门博彩业是强劲复甦 目前可以等候支持为吸纳的股份体控银鱼 就位于博彩收益改善 银鱼第三个业绩按年流规为盈 北京调整伊比达大约5亿 去年同期亏损9亿4千万 按规跌近5成6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银鱼今年全年伊比达预料近40亿 按年流规为盈 明年伊比达转一步增加到124亿 按年大升2.1倍 银鱼近日突破45元阻力 开始回报9月的下跌列口 策略上有货者继续可以持续 中市目标60元 没有货的话可以留意43元附近的收集机会 跌穿40元就可以考虑减次了